全能偶像洪韋哲 周日下午在西门町 举办新歌记者会 洪韋哲透露 自己的愿望 就是要当一名唱跳歌手 也正在筹备一首唱跳歌曲 现场不止妈妈 惊喜先生 力挺而自 还有形同师徒的制作人 男权妈妈张姐也来站台 洪韋哲带来好歌 一首接一首 也让歌迷现场尖叫连连 演唱VBO剧主题曲 牛顿与苹果清新的歌词 曲风掳获歌迷的心 新歌记者会上洪韋哲 还跟歌迷晚起拍立得 任何动作来者不惧 超亲民 神秘嘉宾 更让现场尖叫声不断 威姐妈妈 我们掌声欢迎 妈咪你好 妈咪你好 第一次看到妈咪本人 不止妈妈惊喜现身 拥有师徒情仪的男权 妈妈张杰 也一块来站台 两人合唱笑语天 歌迷又陷入疯狂 最近正在筹备 健美赛的张杰 也大秀好身材 天啊 笑出皆是肌肉 现场尖叫连连 情义相挺的张杰 同时也单怨洪韦哲 个人第二首单曲 《怪咖》的制作人 突破过去音乐风格 洪韦哲以破碎而孤独的 情感表达 成功挑战唱功极限 对于新人来说 我没有资格去选择说 我想要干嘛 或是我要做什么 所以只要有机会来的时候 我都会愿意去尝试 但虽然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唱歌 我真正的愿望是 当唱跳歌手 透露今年将会发行 一首唱跳歌曲 同时也要锻炼身体 让歌迷拭目以待 综合报道